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由于菲律宾在得到美国撑腰后不断行动 南海局势正变得越发紧张 就在这一敏感时刻 中国和越南都在举行纪念活动 追忆35年前的314赤瓜礁海战 而在当前的局势下 越南当年的经历足够给菲律宾方面上一课了 日前 解放军南海舰队 以传承海战精神始至建功南海为主题 在永暑郊等多地举行纪念活动 回顾1988年的314海战 教育官兵勿忘历史 而根据粤通社等粤媒的报道 越南粤官部门也在县港等地举行了活动 纪念在314海战中阵亡的越南军人 虽然双方是各自举行的纪念活动 但中越两国的行动足以说明 这场海战意义重大 经过多年的努力 赤瓜礁早已模样大变 那么 这个曾经爆发过海战的赤瓜礁现状如何 赤瓜礁隶属于海南省三沙市 它位于中国南沙九张群礁西南角 为干出礁 干出礁是海洋中礁的一种 指平均大潮高潮面以下 深度基准面以上的孤立礁石 整个赤瓜礁为东瓜状的巨大礁盘 礁内有刺成泄湖 东北有缺口与外海相通 赤瓜礁和南海众多礁石地区一样 没有地下水源 需要靠船只运补 但赤瓜礁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风浪特别小 这是南海群岛中很多地区都比不了的 虽说没有大浪 但其驻守条件仍旧十分艰苦 为了改善赤瓜礁的驻守官兵的艰苦情况 我国决定于2013年冬季正式开始 在赤瓜礁进行吹沙填海作业 建立赤瓜岛 2014年6月 填海工作正式宣告结束 整个岛的面积增添为0.117平方公里 与此同时 岛屿的固边处理 重树氯化工程 房屋等设施的建设也趋于完善 截至2015年5月15日 赤瓜礁的地面建筑工程接近完工 开始收尾阶段 经过多年的努力 赤瓜礁已经成为了赤瓜岛 打鱼归来的村民 每天都能看到 种在赤瓜礁西侧的椰子树和棕榈树 2015年 我国还在岛上建设了太阳能发电厂 和一个直升机停机坪 不仅如此 为了防止靠近深海地区风大浪大 在靠近深海区的附近都种上了一排排的防风林 除了这些 我国还在赤瓜礁和华阳礁各建设了一座50米高的灯塔 为世界海运业提供公共服务产品 赤瓜礁的灯塔上下层是赤红色的 华阳礁的灯塔则是华浦淡灰色的 而中国移动海南分公司早在2011年就在赤瓜礁开通了移动通信业务 如今在赤瓜岛上4G网络已经全天候覆盖 随时随地都能享受网络带来的便利 随着吹沙填海工程的正式完工 赤瓜礁已经成功转变为了人工岛 其面积相当于南沙第六大的南紫岛 且赤瓜礁的战略意义十分重要 它位于南沙群岛的中部 北可支持主臂礁 南勋礁等 西可支持永暑礁 华阳礁 东可支持美济礁 南部濒临南华水道 为战略核潜艇的重要阵地 中国东门岛 南勋岛 赤瓜岛 华阳岛上的武器配置完全是统一的 标准化配置 美岛配置四座76毫米 隐身对空对海两用炮 四支大口径机枪或30毫米炮 楼顶的圆球是搜索雷达 采用的是054A护卫舰的364型成平2D对空对海搜索雷达 两具火炮射控雷达也和054A护卫舰上一模一样 另外 还有两具55毫米反挖人自动火箭炮 巨大的群楼还可以隐藏防空导弹 反舰导弹 大口径自行火炮等武器 想要弄清这场战斗对南海局势的深远影响 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此次战斗背景和经过 由于两岸长期对峙 海军实力不足等种种原因 中国虽然早就对外宣示了对南海的主权 但在一段时间里 对南海岛礁的实际控制力较弱 其他南海相关国便趁机开始抢占岛礁 特别是越南方面 无论是此前的南越当局 还是统一后的越南政府 都想要在南海方向上非法抢占更多岛礁为自己牟利 在314海战之前 解放军已经与越方进行过多次海上交锋 此外 在越南战争结束 美国势力退出后 苏联方面借机将触手伸向了南海 随着苏联海军入驻金南湾 自认为获得了超级大国撑腰的越南 在对华问题上的立场越发强硬 1987年2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一项海平面观测计划 准备在全球范围内新建200个海洋观测站 其中一处在南海的站点就委托给了中国选址修建 最终 中国选定了永暑礁设立观测站 但越南方面立刻对此事表示了反对 并派兵干扰中国合理合法的观测站修建工作 从1988年1月开始 中越双方武装力量就在这一海域展开了对峙 到了1988年3月14日 越军在凌晨非法登上赤瓜椒后 中国海军也立刻派人上椒 在对峙期间 越军率先开枪 双方随即爆发了椒火 除了岛上的椒火 由三艘护卫舰组成的中国海军502编队 也与三艘越方军舰展开了交锋 最终 越军惨败而归 三艘军舰由两艘当场沉没 一艘搁浅焚毁 后于次年拖拽回越南期间沉没 解放军舰船则没有严重损伤 人员也只有一人轻伤 对于越南方面的人员损失 各方说法不一 越南官方宣称 他们阵亡64人 11人受伤 9人被俘 可根据此战中502编队的指挥员陈伟文将军回忆 按照被俘越方人员的口供 越军的伤亡可能有300人 为了遮羞 越南在战后声称 解放军动用了明河反舰导弹攻击越南军舰 但事实上 502编队中只有后来移交孟加拉海军的053h1型护卫舰556相弹舰 拥有发射反舰导弹的能力 且在此战中没有使用反舰导弹 三艘越南军舰都是被解放军舰炮击沉的 当然 这场战斗最关键的意义还是彻底改变了南海的局势 在此战之前 中国在南海没有实际控制的岛礁 但随着此战胜利 中国成功夺回了永蜀礁 主臂礁等六处岛礁的控制权 为此后展开填海造陆 建立完备的应对体系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在当前 这个南海局势同样十分紧张的时刻 解放军南海舰队开展纪念活动 无疑有着多重含义 值得注意的是 别看越南方面 每年都会对314海战展开纪念活动 越南军队的整体建设思路也转向了强化海空力量 应对南海局势发展 但在真正与解放军在战场上进行过较量 又与中国进行了多年的良好交流后 河内方面其实已经大幅调整了其南海战略 不太希望因南海问题与中国再次交恶 去年年底 越方就通过官媒发声 强调了南海的交通枢纽作用 言下之意就是希望南海稳定 各方能够继续开展经济合作 反而是小马克思领导的菲律宾政府 与当年的越南一样 自认为有了超级大国撑腰 就能够与中国在南海一较高下 在解放军举行纪念仪式之际 菲律宾方面正在商讨与美国 日本以及澳大利亚方面一起 展开四方联合巡航 直接借助域外势力的力量 再度在南海采取行动 日本自卫队的两艘军舰不久前引南下菲律宾 与飞军进行了一系列交流活动 可以说 在当前的南海局势下 解放军南海舰队以传承海战精神 始至建功南海为主题的纪念活动 在统一指战员思想 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上很有必要 在中越两国的纪念活动上 我们可以看出 314海战对于双方乃至整个南海局势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菲律宾方面 如果不能从越南的经历之中吸取教训 及时停止在南海问题上的危险行动 解放军南海舰队也有信心再打一次决定性的海战 彻底改变南海局势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